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王大爷姐说三国沙国战 我把那个邮箱地址公布了之后 就一直没有人给我发录像啊 我好伤心啊 我没有素材的话 这个以后这个录像可怎么做呀 好难受好难受 没有那个录像素材真的很难受 然后自己打的话就 打不到这种有意思的录像 然后打出来的录像质量都 都不是很高 都没有那么有意思 然后现在就感觉 马上就要沦落到 转行已经做实况的这么一条路上了 当然我是不会做实况的 因为我实况实在是 看不了看不了看不了 然后今天的话 给大家看一个我刚打的录像 对挺新鲜的 就今天下午打的 就是这个吧 这个 今天下午玩了很多局 嗯 这是唯一赢的一局 太惨了 真的太惨了 然后选将的话 呃 李蒙周泰是可以选的 然后卫国的话 卫国看着选吧 反正这都是一些死血壮汉 就我这个个人来讲 我不太喜欢玩死血壮汉 所以的话 这个就看心情吧 就就就就看上谁选谁吧 反正就随便随意吧 就看看看谁顺眼 然后选谁 对 然后最终觉得还是这个 CC下午渊比较的顺眼 然后选了这个 我初中在一号位的话 我觉得这排还可以 然后就没有乱动 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 降面的时候 我内心很崩溃 天哪 怎么就这两个三血 小醉皮啊 其他怎么都是死血壮汉 然后就觉得 嗯 这一盘难道没有 我的卫国小可爱了吗 就这里 孔容这个选择了 这个不怕张飞 直接出来 嗯 这个五号掉血了 没有什么 那个什么 没有什么反应 应该也不是卫国吧 那这样看起来 我爱的家家啦 徐玉啦 还有我儿子曹丕啦 都不在啊 看起来就咱们 结果他莫名其妙地 把这种 怎么开始打咱们呢 我 我真的 不太能理解 为什么要打咱们 就莫名其妙的 你要想忙的话 你就把那个五号忙死 不就得了吗 真的是 哎对 他刚才为什么不忙孔容啊 觉得好奇怪 他不是双亮了已经 哎 哎管他呢 反正这种乱玩的真的是 就是很让人头大 我今天玩游戏就是 碰到一个乱玩的刘备 他自己不好好玩 玩了之后 他要把牌给别人 早起 哎 然后问他为啥这样乱玩 他说 哎 这样太垃圾了 哎 刘老板哪里垃圾了 好吧 无声无息间 滑脱 哎呦我去 这 哎呦 这这执法钓鱼的 装了一个八卦针 就求来杀 这人应该数过吧 为我无国 没必要看到两群雄这么 那什么 这应该群雄吧 直接出来了 行 这要不然一个破章 非托管的 有什么好打的 好了 这里这一个 这个孙奸孙权准备 这个什么 搞一波事情 他帮咱们回了个血 把咱们的尸子顺了 还行 对他来讲也不亏 他可以制衡掉 这里去 直接上这个 张脚画图 那什么问题 然后这里的话 我也想表明一下 我要抗群雄 这么一个态度 还有就是给张飞说一下 别打我 好烦啊 真的是 但是咱们的牌 就没必要动 第一咱们被这个张飞 撸的 手上是什么牌都没有了 也没有什么可动的 藏了一手曹老板吧 万一他们放A什么的 可以吸一吸 结果这个 嗯 啊 估计这个六号 应该是命不久矣了 这八卦都改出去了 这估计是 想让这个六号死了 孙奸还是 不让这个六号死的 其实六号 说实话还挺像蜀博的 对 恐龙包养画图 没有什么问题 嗯 哦 终于霜亮了 还行 然后他也是对这个 对他 对他这个什么的 这个 投桃报李 咱们就可以把这张蓝蛮 收过来了 结果这个张飞还离线了 我的天哪 啊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罪了 这一点我也真的是罪了 哎 难道不可以列宫这个 这个张角画图吗 他刚才只有两滴血 列宫是怎么算来着 好像大家都不太会算 列宫的样子 手牌数不小于你的体力值 那就是大于等于 刚才他两滴血 张角两张牌是可以列宫的 他为什么不去列宫张角画图 去列宫这个张任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杀人 这个孙权杀人没有杀的太大问题了 我觉得 然后这里的话 我 因为怎么说 就是这些人好坑啊 就是 这个 这个黄庄卫言 不知道他出于一个怎样的目的 总感觉他是在 故意这样子玩 那 那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 我没必要就是说 太太太多出手 毕竟这个 我下加这个二号也没有动 反正现在是三为三的局面 也没有太崩了 就我不动 你也不能说我啥 反正我小短手 虽然有下后院 但是我为什么突然要用下后院 真的是 然后这个孔龙 这孔龙也不知道咋回事 然后来过来 打我 行吧 就觉得我好欺负吗 这个黄庄卫言 他懒得去打 然后这个 张飞懒得去打 这个二号又不想表明自己身份 然后这个孙权孙坚 这装了个藤甲 结果这里 我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黄庄卫言在搞什么 这个时候我就很生气了 我觉得 我没有对你们群雄 展示多大的杀机 我就拆了下了 你们话头的刀而已 然后结果那个什么 你们群雄又这么打我 然后这个 我下加了这个二号 他又就感觉 什么事情都不关心的样子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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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黄庄卫言 然后在这一顿乱打 他不可能不会算猎公 这个时候肯定是 不会猎公 而且咱们就算 就算他不算 那个系统也是会告诉他 谁可猎公 谁不可猎公 他杀这一刀张脚话头 我觉得他就是故意的 他就是故意要劈死我 然后这个时候 两个头我懒得吃 爱要打地 跟这些人玩 真的是难受 结果这个下加把咱们救了一下 行吧 那能救咱们呢 这现在只能是卫国 下加应该就是个卫国 中国大将 纪灵在此 我当时玩的时候 真的是很难受 我觉得这个黄庄卫言 真的好过分 然后这个张 不姓张 他姓孙 这里二孙呢 他去搞这个孔荣 然后我也觉得孔荣很不爽 再加上他没有刀的话 就可以去顺素一下 然后再放个南蛮什么的 然后看一下 能不能把这群 群群群给他打残 因为二号肯定还要动的 二号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人 所以是不需要太那个什么的 不需要太那个可防止的那样子 然后这里就果然不出意料 那是一个自己人 然后这里还是点了 请吃鸡 让这个孔荣请吃鸡 反正我觉得孔荣应该大概率是要去了 这个夏侯顿点V在这 待了不知道多长时间 我觉得应该是有好牌的 对 手上应该是有好牌 不可能一个都带不走吧 我觉得 缺了一个铁锁 而有铁锁的话 这个输出真的是要保镖 行吧 砍掉了一个也还行 反正这个张飞的离线 就看这魏妍怎么想吧 反正现在画佗 这张鸟画佗这个状态挺差的 应该批人可能 可能可能没有那么好批了吧 我觉得 但挂了个闪电有点烦 然后 然后这里这个季灵张人挺惨的 就刚才他好像两把拼点都拼输了 然后就只能弃牌过 反正这种队友也真的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 既能不用就不舒服的这种感觉 我不得不太能理解 真的是 这知己知彼 过牌不好 我们非要去看 看完之后 那人家有闪 还要去杀一下 哎呦 我的天哪 那还不如那个什么 还不如知己知彼 刚才把那张红顺 过过来之后 你去顺他的手牌 你再去那个什么 你再去火杀 他不是更好 所以这个 哎呦 这个知己知彼 不太明白 他们看什么 等级都这么高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个张角就托管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说不打了送位 哎呦 我的天哪 然后这里的话 我比较的刚猛 因为我觉得这个张角 应该不会再批我吧 然后我就准备团一轮 结果这里 咱们的夏侯顿 就就就被批了 这个张角就没有去改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很难受 然后再加上这个 夏侯顿气牌里面 居然有一张无懈可击 我 好吧 我不太能理解 夏侯顿到底怎么想的 我觉得夏侯顿可能 太过单纯 结果还好 这个华佗张角 还真的是说到做到 说送位还真送位 给他们这个博力写 不过照样很难打 现在那个张飞 就不用管他 反正他是尸体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 黄中张角 然后孙坚孙权 然后我 四国 基本上是四国鼎立的局面 其实我觉得 这里的话 孙权孙坚是最强的 因为这个黄中张角 现在是 北北黄中张角是什么东西 张角画图是被这个 黄中跟孙坚孙权 是在群殴的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 如果我有桃子 我肯定会去救 这个张角画图的 就让他帮我 多挡点伤害之类的 然后 但是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没有桃子 我也没有办法 而且我自己 还被这个克制 因为我好像 从头到尾都没有 摸到过装备 就好像就装备 摸到了一个吧 然后被孙权顺走了 对 然后这里摸到了 一个八卦 反正就是没有距离吧 这个现在这个张角死了 我又是小端的时候 然后这个孙坚孙权 给国外搞我 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咱们摸到这牌 全是一些基本牌 那就没办法了 咱们只能保命打法了 没有办法 这真的没有办法 然后现在我们的思路呢 在这里已经很清晰明了了 这个张飞不用管他 所以我们基本上 现在是一个三人局 在三人局的话 这个孙坚孙权 直接开始搞起来 就觉得他 他就觉得 他应该是可以单挑的过 我们这些人的 那 不是单挑 应该是全殴的过 就他一个人 全殴我们所有人 他应该是可以的 那既然他这么大自信的话 那我跟黄仲肯定是要 和其火来打这个 孙坚孙权 但很不幸的是 我跟黄仲都是小玩手 都 他终于把他的藤甲 对 我中间是有 有几次想神速他来着 然后他后来他有藤甲 然后这里 我不想神速他 原因就是 还是那个什么 我还是想找装备 就没有装备的话 我不能把把神速不摸牌 人家的过牌在那摆着 我不能一直不过牌 就强中他 我觉得不太好 所以的话 我还是准备 这个找找装备什么的 然后尽量不掉血吧 就看情况吧 因为 因为怎么说 他应该会去先杀 这个黄仲肺炎吧 因为黄仲肺炎的 这个 这个强命系的 这个 应该 就不太来杀我 好吧 行 因为他觉得 我有这个 加一马 他可以那个什么 刮这个黄仲 那这样的话 那我更不能去杀 这个黄仲肺炎了 就是 我觉得他已经 把这个仇恨值 已经引爆表了 我觉得黄仲肺炎 应该是要跟他拼命 对 那我们要赢的话 那就真的是 去引燃这个黄仲 跟孙权之间的 这种战火 然后我们来这个 帮助这个黄仲 来 帮他那个什么 现在咱们终于 起距离了 起距离的话 那就 好不客气的 去砍这个 孙权孙肩 这个静单条的话 就是现在如果 黄仲死了 静单条的话 应该 我觉得 我觉得迎面 我不太大 真的 那这里肯定是要救的 一定是要救的 现在这个 孙权孙肩 状态太好了 我觉得 我跟他静单条的话 我迎面就很小了 所以的话 我的天 这里这牌 很那什么 我觉得可以把这个 黄仲包装 很大一阵子 而且 这三个桃子 窝到手里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也是 不太怕闪电的 第一有夏侯园 第二有这么多桃子 反正我觉得 黄仲肺炎 应该是能帮我 挡很多伤害 以及帮我 打出很多伤害来 所以桃子 都是给这个 黄仲卫炎准备的 结果这个孙肩呢 还是非常的刚猛 还要强行去上 这个黄仲卫炎 那给他们 给咱们饿住了 那这回合 就不动了吧 反正咱们也不怕劈 还好 黑桃10啊 黑桃9 就真的是完蛋 就是这个闪电 别把这个 黄仲卫炎劈死了 就行 最好劈这个 孙肩孙权 我觉得 然后这里的话 我觉得我看到了 赢面 因为孙权 孙肩孙权的血 就被压下去了 已经 然后 就特别希望 这个时候 不打批了多好 还是没有批了 没有批了的话 那现在肯定还要就 那肯定还要让 让这个黄仲卫炎 帮我挡一点伤害 打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 可以是收场了 对 因为他已经没有 排了嘛 缺一个简一嘛 把他最后张牌顺了 是最稳妥的 最终还是这个 取得了游戏的胜利 这胜利的 真的好不容易 今天晚上 这一晚上都非常的 非常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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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以看一下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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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不给你们看了 太惨了 然后那个 今天的录像 就做到这里了 然后还是希望 大家这个 给我 多投稿 现在我已经 不能说多投稿 就是给我投稿吧 对 给我投稿吧 我已经没有什么 可以做的 这个视频录像了 然后就是 大概就这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